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古人描写春天的诗词有很多 我最近在整理的时候刚好就翻到这首 这原本是一首爱情词 描写的是两个人分开 然后故地重游,物是人非的感慨 很多人在评价这首词的时候说他很悲 但是我最近却发现,其实不一定 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 你是会悲伤于他的结束 还是会留恋于他曾经的美好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莲目低唇 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音 琵琶仙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 这首词的作者叫燕吉道 他是北宋著名的太平宰相 也是著名词人燕淑的幼子 这一对江西父子在北宋婉约派里面 真的是一对偶像样的存在 他们被称为大燕和小燕 这是小燕最著名的一首词 写的是他和一个歌女的故事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莲目低唇 梦后酒醒,第一幕就交代了场景 我想他一定是喝了不少吧 所以酒醒以后就看到高高的楼台大门紧锁 厚厚的莲目重重低唇 锁,这个字其实出现在很多的诗词里 而且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这个作者的心情大多都不太好 比如你看杜牧说 东风不与周廊辩 同雀春生锁二桥 李玉说 寂寞无同身怨锁清秋 锁是闭合 要么隔开,要么结束 看到大门紧锁 他说 去年春恨却来时 那年春天的遗憾好像又浮现在我眼前 什么遗憾呢 他没有直接说 而是描绘了一个场景 落花人独立 微雨雁霜飞 这个句子其实并不是燕己道的原创 它最早出自唐末五代诗人温宏的春彩 但好的句子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 它好像替代我们说出了那种 我们内在一直在翻腾 但是却又无法准确描述的话 所以一看到这种好的句子 大家都想用它 你看 落花人独立 微雨雁霜飞 落花下一个人站着 天上下着微微细雨 有一双燕嘴飞过来 这就是一幕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面 它没有任何一个字 在表达它的心情 但是我们一读完就懂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场景 它是有生命指向性的 当我们被带入到那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人生当中 所有类似的生命体验 都会被调动出来 哪怕我们不曾见过一双燕子飞过 但至少 我们也许曾经 安安静静地等过一个人 我们也许也曾 在蒙蒙细雨当中 感受过那种 冰冰凉凉的雨滴 打在我们脸上的感觉 我们会把自己的生命体验 投射进去 然后与它共情 所以读诗 并不是读诗本身 而是在咀嚼 我们共同拥有过的 生命经验 写到这里的时候 诗人开始要向我们讲他的秘密了 他在思念谁呢 记得小平初见 两重新字罗伊 你可曾见过在诗词里面 愿意直接把爱人的名字放进去 可能也有吧 但毕竟很少 所以我当时读到的时候 我觉得毫无申请啊 你想将近一千年过去了 史书上本身留下的名字就很少 但是因为厌吉道 我们知道千年以前 曾经有一个美丽的歌女叫小平 厌吉道甚至都记得 他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当然 厌吉道也是一个多情的人 当时他在自己的小山词里 写序言的时候说 他的两个好朋友家里 有四个歌女 每次一填词 就交给他们演唱 在他的其他诗词里 也出现过另外三个歌女的名字 我们实在要说 厌吉道是一个很专情的人 他对每个女人都很专情 当然从现在的道德观念来看 你会觉得厌吉道是个人渣呀 花心大萝卜呀 可是我们回到那个时候 宋朝 当时歌女的地位是很卑微的 甚至可以被直接的拿来买卖和赠送 但是厌吉道并没有把他们当歌女看 而是投注了自己的真实感情 在爱的时候 这是两个平等的生命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穿的衣服 我记得你满怀相思 却又不敢道相思 于是你把他们都藏在了 大猪小猪落狱盘的琵琶声中 琵琶弦上说相思 我们仿佛看到了小萍 她正低眉信手续续谈 似乎要说尽心中无限事 爱情的美好 其实有一部分就在于这种 朦胧的推拉感 辗转反侧 欲说还休 然后就是全词的最后一句 也是被誉为千古无二的那句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这句话我怎么都翻译不出来 因为我发现 我再怎么翻译 都没有办法完原那个意境 你会发现好的句子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释 但无论我们怎么解释 都没有办法完全报答那个意思 所以千古明句 真的就是千古明句 你改一个字都不行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其实这句话和 落花人独立 微语雁霜飞 有点像 它都不是直书胸义 而是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场景 我现在看到的月亮 就好像那个时候的月亮 彩云说的究竟是云 还是如云彩一样 轻盈而美丽的小瓶 我不知道 但我想 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瞬间 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不在意 总是在默然回首的时候 突然间就想起了这么一个瞬间 那个充斥着幸福和美满的瞬间 居然就是这一整段爱情里面最甜蜜的一刻了 当时直到是寻常 所以你说他这句话悲伤吗 也许是吧 但是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一种喜悦 即便此后有春恨 有别离 有年复一年 物是人非的感慨 但是至少我们都曾经拥有过当时明月的记忆 那个生命当中饱满的幸福的喜悦感 其实你想一想 人世当中 所有的情感无非就两种结局 要么生命 要么四变 既然一切都有终点 那么我们更应该珍惜的 难道不是过程吗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首词的开头两句 梦啊 醒啊 其实这样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宴己道的词作里 康有为曾经高度评价 说这两句话是华言境界 华言经里讲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在真恐一样大小的世界里 也能通往宇宙的意义 如果我们是活在全西宇宙的印象里 那么梦和醒究竟是真梦真醒 还是如入一如电的梦幻泡里 而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究竟说的是那发生的那一瞬间 还是因为诗人的反护思念 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永恒了 最后把习慕容的一首很类似的现代诗摘取一个片段送给你 沧桑之后也许会有这样的回忆 请别再去追溯是谁开始向命运屈服 我只求你在那一刻静静站立 在黑暗中把我重新想起 想我曾经怎样狂喜地向你飞奔而来 带着我所有的期盼 所有的依赖 还有那生命中最早最早 饱满如小白马般的快乐 还用失落了的山巒与青草 那夜童话初放 繁星满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